没有太多的迟疑思索 傅一山当即拿出手机 按下了王静安的号码 跟他见完面了 王静安率先开口 直入正题 王大少 你能不能给我交个底 他究竟是什么底线 傅一山道 然而电话那头的王静安文言 当即陷入沉默 片刻后 怎么这么问 中途灵溪突然跑了进来 不但动作轻逆 在我问及他跟叶晨是什么关系时 他直接来上一句 叶晨是他弟 除此之外 他还明里暗里地敲打起了我来 傅一山沉声道 你觉得他俩会是什么关系 王静安道 我要是知道的话 就不会打扰王大少了 不过看得出来 这位邻家千金 对信业的很是着急 其轻逆动作都上升到 用他那不沾阳春水的柔衣 去给叶晨捏肩按摩 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要不是叶晨已婚有家事 我甚至都得怀疑他俩 是不是存在着恋情关系 傅一山道 但王静安却是再度无声起来 有关叶晨跟邻家的那重关系 他断然是不敢说出来的 一顿私存后 以后你自然会知道的 随即画风一转 他是不是对你抛出 那什么同机会的橄榄枝了 那不叫橄榄枝 叫威胁 傅一山咬牙道 王静安挑了挑声 威胁 对 他说他能让魔都重新洗牌 能让傅家在魔都的根基分崩离析 而我傅家人只能干瞪眼 傅一山道 他真这么说的 王静安猛的一正 他加了一个前缀基础 那就是当魔都圈层 跟他的同机会爆发冲突时 傅一山没有去天游家促的如实道 继而再说 话说王大少 他是虚作声势 还是真有那个能耐 放大话不是他的性格 王静安内心尤为复杂地挣扎说道 他想不明白 直到现在都想不明白 叶晨究竟哪来的那些神通 不仅能掌握着王家阵营的种种材料 就连魔都那边 他似乎都掌握着 能让魔都翻天重新洗牌的资本 不由的 王静安想到了 对方跟英美之主 在那种特殊时期的会面敬餐 这 会不会又是用威胁的手段去如愿的 可如果说是威胁的话 他一个几乎没多少旅外食的主 又岂能掌握到英美之主的软肋 去发起威胁 还是说 他背后真的隐藏着一股神秘的强大势力 不怪王静安会如此天马行空脑洞大开 而是除此之外 他真的想不到 有任何合理的解释了 王大少 听你这意思 他是真的有那个 让魔都重新洗牌的能耐 傅一山道 王静安稍作一顿 你敢赌吗 敢赌吗 赌叶尘是否能让魔都重新洗牌 是否真能让他们老傅家的根基 分崩离析 在傅一山的沉默中 王静安复杂地笑上一笑 听我的 你不是他的对手 如果你不想加入那老十字同济会 你可以拒绝 只要你能够确保 你们傅家或者魔都圈子 不跟他发生冲突 确保能做到 彼此双方井水不犯河水 那就算他不加入他的同济会 他也不会怎么真你的 王大少 如果他的同济会真的发展起来 你觉得 真能做到不产生利益冲突吗 傅一山苦涩道 王静安默然淡淡硬做 也对 还有个是 以他对同济会的规划 如此组织 你觉得 上头能放任者 任其成长起来吗 如果是其他人 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但是他不好说 甚至可以这么说 他既然敢去构架这么一个组织 那想必肯定是有多得住的底气的 王静安道 这接连的隐晦信息 让傅一山彻底凌乱 因为从王静安的话语中 他不难听出 叶晨内思 怕是跟紫禁高层那边 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了 在他的证然失神中 那头的王静安 也直接挂断了电话 连招呼都不打 也就在王静安挂断电话的下一刻 傅一山仍是拿在手上的手机 舒然作响 看到来电显示后 傅一山下意识地板正了身体 神色顿即变得肃然不已 喂 爸 接通电话后的傅一山 无比恭敬地出声道 我听说江州的夜城到魔都了 是吗 不怒自威的话声 从手机中传出 爸 你还关注起他来了 傅一山惊恶不已 我也是才听说的 不要招惹他 切记 千万不要招惹 甚至若是有机会的话 想办法跟他处好关系 那头的威严声 带出了几分凝重 爸 他他究竟是何方神圣 在父亲的这一叮嘱下 傅一山的神色彻底不自然了 王静安被他踩在脚下 这是你应该知道吧 但我要说的是 不仅是王静安 连王家似乎都被他给拿捏住了 除此之外 听说他还曾被老总 在紫禁大院中深夜召见 电话那头道 嗡 闻言 傅一山的大脑再次空白 老总 深夜召见 这 不是 他 他 他到底什么来头 心态已然崩掉的傅一山 吞咽起了口水 这个你不用去理会 总而言之就一句 千万千万别去招惹他 哪怕无法建立交情都好 也绝对不能成为敌人 电话那头 一再郑重道 好 我知道了 一生恩霸 已是身居傅国的紫禁成员 傅容光挂断通话 傅少 傅伯他他说什么了 看着傅一山那接连的神态变幻 察觉到不妥的韩伯远 急忙聪问 他听说了夜沉现身魔度的事 他让我切记不可招惹对方 千万千万不可招惹 傅一山正正地摇头道 什么 韩伯远的大脑也随之荡击起来 能让官居傅国的紫禁成员 特意打电话 回头做出如此警醒交代 夜沉他 究竟通天到了什么程度 幸好今天没把杜城那个虎臂带过来 不然事情就麻烦了 韩伯远口干舌燥地蠕动着喉咙道 傅一山不再对此去回应 脑海里已经被问号给铺满了 从发家到现在 不过四五年的时间 不仅将王静安踩了下去 还将王家拿捏在手 甚至连老总都在紫禁中 对他行以深夜召见 这 这他娘的 连小说都不敢这么说 又或者该说 连小说都不敢写出 如此逆天牛逼的角色来 那个姓夜的 背后 究竟还有着多少 不为人知的能量及资本 荣府燕 大门外 夜董 似乎一直都扮演着 透明角色的秦朗 硬着头皮 跟在夜沉身后轻唤一声 本来跟在夜沉身边 他就有一种莫名的压力 在经历了夜沉 跟傅一山的这处饭局后 随着夜沉所表现出来的种种 秦朗的无形压力 更是成几何倍数的无限暴增了 怎么 担心傅大少 回头会找你的麻烦是吗 夜沉还没说话 夜沉英便以率先打趣起来 先不说我这种小角色 值不值得傅大少来找麻烦 就说 看在夜董的份上 相信傅大少 也不会怎么着我的 秦朗善善干笑道 看来 你还挺通透的嘛 夜沉英喝笑一声 夜董 您今天带我过来参加傅大少的这一饭局 您是想 不敢跟夜沉绕什么圈子 更不敢跟夜沉打那种试探的马虎眼 秦朗很是直白地问出 内心深处 无法确定答案的问题来 你之所以给老夜打电话 想要招待他 不就是想着借机图一个机会吗 他现在就让你如愿以偿了 随着你今晚跟在老夜身边 在傅一山韩伯远面前亮相的这一出 基本意味着你 坐拥半只脚 踏入傅一山那个圈子的机会 接下来的 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仍是没等夜沉作答 夜沉英就以抢先玩味笑说 这 没有狂喜 没有激动 秦朗更多的则是发芒 是的 发芒 哪怕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事 但这份机遇 也来得太过于唐突 太过于贸然 甚至可以说是太过于意外了 这什么这的 还不赶紧感谢一下夜董 夜沉英的玩味之色更甚 无他 因为这种所谓的机遇 对秦朗来说 绝对是极具考验性的 毕竟秦朗仅仅是一小透明的角色 跟在夜沉身边 于傅一山跟韩伯远面前亮相而已 毫无疑问 秦朗若想通过这一机遇 进入魔都的顶层崖内圈 这无疑是极度考验道横根功利的 哪怕说傅一山碍于夜沉的原因 或许不得不适当地 对秦朗伸出援手都好 说到底 最终结果如何 还得取决于秦朗的处世之道 感谢夜董的提携 秦朗莫尺难忘 在夜沉英的话下 反应过来的秦朗 是才忙不迭地匆匆做谢道 别急着说谢谢 真要谢的话 回头等你真能打入到那一圈子 并且成功立足后 再谢也不迟 夜沉云淡风轻地微微一笑 无论能不能挤入那个圈子 就夜董今日的提携 对我秦朗来说 都是莫大恩赐了 秦朗不假思索地连忙表态 殊不知夜沉英 却是摇起头来 眼中略带少许的失望之色道 如果你无法挤入魔都的这一圈子 那就意味着 老夜今天将你带在身边的做法 是多余的 无谓的 行了 扯这么多干什么 别给秦总天这种压恋 夜沉美好气地面 朝夜沉英说了一声 而后才又笑着 冲秦朗道 秦总 咱们今天就先到这吧 好 夜董 夜大少 我送送你们 为夜沉跟夜沉英 拉开麦巴赫的车门 拱手扶着车门顶部将夜沉 跟夜沉英 引入麦巴赫的后排车座后 秦朗对着满脸产笑 目送着麦巴赫远去 直至麦巴赫的车影 彻底消失在视线中 都仍是久久无法 从今晚的经历中 缓过神来 魔都天字号大少傅一山 为何会被压制到 毫无第一大少的风采 一切商人的夜沉 哪来的资本说出 能让魔都重新洗牌 能让附加的根基 分崩离析这种话来 还有 就夜沉跟傅一山屡屡提到的 王静安王大少 又是何方神圣 那个后来进入包间 研制爆表 气质斐然的灵解细解 又是什么人 另外就是夜沉一而再提到的 同机会 又是哪班 太多太多的问题 堆在了晴朗的脑子里 让他根本无从去进行消化 但他当下也无暇去想那些 牙关一咬 做出了守在荣府夜门口 等待傅一山 跟韩伯远出来的选择 既然夜沉给他提供了机遇 那他就得趁热打铁 哪怕说今晚的这一饭局 对傅一山绝对是不愉快的 故此 他所做出的蹲守选择 有可能潜在着 承受傅一山怒火的概率 可他顾不了那么多了 赌一把 必须要赌一把 回赶腾龙酒店的麦巴赫里头 老夜 你说那个叫晴朗的 接下来会如何 直接回去 还是蹲守傅一山离开 夜沉应饶有兴趣地问道 你觉得呢 夜沉将问题抛了回去 我对他毫不了解 给不了看法 但他要是选择直接回去的话 那真就是朽木不可凋野 也白瞎你 赐给他的这么一个机遇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 你看人一向都先有走眼 所以料想他不至于会那么愚钝才对吧 夜沉应道 对此 夜沉笑而不语 因为他也拿不准 晴朗究竟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来 出于人性心理 站在晴朗的角度上 一旦选择蹲守傅一山的话 这无疑是存在着一定风险的 风险在于 有可能会成为傅一山的出气筒 当然了 在夜沉看来 这种概率是为零的 毕竟 就凭自己说的那些 再加上中途意外出现的灵犀 前来助阵 所以 若是不出意外的话 傅一山在自己离开后 肯定还会再去找王金安打听自己的 当这些结合在一块之后 傅一山绝对不可能会对秦朗怎么着 相反 秦朗还极有可能 就此搭上傅一山跟韩伯远这条线 所以一句话说到底 就看秦朗敢不敢冒着给傅一山添赌的风险 去赌一把 只要他敢赌 一定不会输 嗡 嗡 叔弟 手机从口袋中嗡颤响起 夜沉掏出一看 李青 嗯 老李家的闺女 李源哥李长峰的唐姐 这位在央台担任主持人的老大姐 找自己干嘛这事 仅有几面之缘 但彼此也相互留了电话的夜沉 稍作错愣过后 最终还是按下接通 张嘴便是清和的笑说道 喂 清姐 你这突然的来电 可是让我好生一阵意外啊 你意外也是正常的 毕竟我都不好意思 给你打这通电话 平日里都没找过你 这冷不丁的要找你帮忙了才打电话 整的我 自个都怪尴尬的 哼哼 电话那头竟显着大家闺秀的风范 岁数已是四十有余的央台访谈 栏目主持人李青青笑道 清姐还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叶晨道 上级领导多番找我 让我看能不能接触上你 给你来上一期专访 你知道的 你现在的热度 放眼整个华国无人能比 而且 你身上的传奇色彩太浓重了 所以台里的一众领导 早就打算找机会 对你进行专访了 就是我一拖再拖而已 直到现在 实在没法拖了 李青苦笑道 嗯 给我来上一期专访 叶晨明显有点错愕 关于专访这事 他也不是第一次听了 很多媒体 包括一些电视台 都曾想着拖关系 来对自己进行专访 但无一例外 都被他给回绝了 只是没想到 今儿个李青 亲自给自己打电话说这事 是啊 我知道你小子 可能有些排斥这种事 要不然也不至于 时至今日 都没有你的专访内容出来过 所以 清姐也不勉强你啊 要是你没那方面的意想 那咱们就算了 李青道 且不管排斥不排斥的 既然是清姐你开口 那我肯定责无庞贷了呀 叶晨不假思索地笑说起来 打算什么时候对我进行专访 如果可以的话 明天如何 李青道 明天 这是不是急过头了 不过叶晨还是没推托 我现在还在魔都呢 我也在魔都 咱们 传奇访谈 栏目组的工作人员 正好这两天来 魔都出公差 李青快声道 那行 既然你们也在魔都 那专访地点 就选在魔都的腾龙酒店得了 回头我让人交代下去 给你们栏目组 在酒店里 安排访谈场地 叶晨道 好 待会我把咱们访谈的 大概内容发给你 你看着准备一下 放心啊 清姐不会给你下套的 不会问你那些尖锐的问题 咱们就进行一些常规提问 李青连声笑作道 不用 清姐你 不用整那一出 我也犯不着去准备什么 至于问题 肩不尖锐都无妨 一切迎合清姐 你想要的效果 就好 叶晨无比坦荡地硬说道 然而李青却是被整猛了 你确定不用看一下提问纲 这没什么不确定的 既然是专访 那我想社会大众想看到 想听到的 也不是那些常规 都不能再常规的提问跟回答 所以 咱们彻底放飞就好 一切以节目效果为主 大不了在一些尖锐敏感的问题上 我进行回避就是 毕竟 这又不是直播形式 若有什么不妥之处 回头你们再给剪辑剪辑就是了 叶晨笑道 李青陡然顿起声来 短暂片刻后 你是第一个 敢这么整的 叶晨爽朗道 主要是我清清白白 完全可以光明磊落 文言 李青不再去多说其他 好 那咱们明天 明天下午吧 大概在明天下午五点左右 咱们正式开始 可以 通话结束 卖巴赫车里 李青要找你进行专访 通过叶晨的通话对白 已然是知晓情况所在的叶晨英 不由问道 嗯 换做是其他人的话 我肯定得拒绝 但毕竟是老李家的人 而且 长风还有袁哥 对这位堂姐打小 就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这一来二去的 我没有拒绝的理由 叶晨摇头轻声说着 这倒是 他要是开口了 还真没法拒绝 叶晨英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再是笑说道 虽说专访还没开始 但就凭你刚才说的那些 完全可以预见到 接下来的这一出专访一出来 怕是又得满世界炸锅了 无妨 习惯了都 叶晨道 有想过当你的真实身世 被揭露后 会引发何等的轰动吗 要知道 只是包不住火的 迟早有一天 你是林家子嗣的消息 必定会举世皆知的 叶晨英顿了顿声 接着道 如果换作是我 我会尽可能的一再去低调 尽可能的最大程度 去收敛 不为别的 就为某日当真实加世曝光后 能够避免某些没必要的麻烦 你想多了 叶晨再度摇起头来 不管我在如何低调 如何收敛都好 一旦真实加世曝光后 该来的一样都不会少 基于我现在所拥有的 如果我尽可能的去低调 尽可能的去收敛 不但不会消弭 加世曝光后的影响 反而还会进一步 加大外界的种种猜疑 所以 只要我行得正走的值 我就有随心所欲的资本 再说了 我很高调 很张扬吗 说到最后 叶晨无比认真的问道 叶晨英 如果连你都不算高调跟张扬 那估计高调跟张扬这俩字 就得被重新定义了 我倒是不这么认为 我更觉得自己是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而已 如果某天我足够低调 足够内敛 那就应该会是端着架子 高高在上的做派了 如此一来 且不说我是否能够习惯那样的自己 就说我身边的人 又能轻易接受得了那样的叶晨吗 从此之后 包括你在内 恐怕在我身边 也不会再有那么的轻松了吧 叶晨道 叶晨英 哑然近生 因为他不得不承认 叶晨说的的确在里 但是高调张扬 无疑会在日后 给你增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这是毋庸置疑的 那只能说明 你对生命的意义 还停留在较为肤浅的阶段中 如果处处都自行束缚地去违心 生命的意义在哪 在于去迎合这个世界吗 不 那样太累了 纵观普天之下的众生 我敢说 没人不想高调张扬的活着 只是他们有着太多太多的顾虑 而不敢去高调张扬罢了 当然 我也不会一敢打翻一船人 的的确确 有些人的性格 生来就是低调的 但这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对我来说 违心的人生 我是接受不了的 因为那样 会让生命的意义 食彩太多太多 话口未完 叶晨再又补充一句 引用一句经典语录 看山是山 看水是水 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水 看山还是山 看水还是水 我一直认为 真正的反扑归真是随心 能真正做到随心 才是生命的精髓意义所在 叶晨的话 让叶晨英顿时无言以对 也不由随之陷入了沉思中 要说 他羡慕叶晨的活法吗 羡慕 太他娘的羡慕了 无拘无束 尽情放飞自我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不在乎舆论 对口诛笔伐的抨击 完全免疫 他相信 这种活法 没人会不羡慕 但在这之前 他只是羡慕这种活法而已 并不等同于 他认可这种活法 因为 这世界上的任何事情 都是存在代价的 高调张扬的代价 往往意味着 需要承受更多的麻烦 或当下 或未来 所以 他一直不太认可叶晨的活法 直到这一刻 在叶晨抛出生命的意义 这几个字后 他不得不重新 去看待这个问题 是的 他究竟为谁而活 总是背着各种 顾虑地活着 意义又在哪 静谧起来的车中 不带叶晨英 有所应声 叶晨诗笑继续道 叶大少 我说的这些 只是针对于我自身而已 你并不适用 你跟我不同 我可以尽情地自我 放浪行海 但你不行 或者说 你没那个 我行我素的资本 我的今时今日 没靠过任何人 所以我敢无拘无束 所以我能无拘无束 纵使我作为 林家子寺的身份曝光后 也影响不了我 毕竟在成为 林家子寺之前 我都是清清白白 一步一个脚印走上来的 就凭这个 没人能够攻击得了我 而你 不行 我该说我突然好羡慕你吗 叶晨英 疏然道 就如我刚才说的 这个世界上 没有多少人 不希望在高调张扬中 活出放飞自我的 生命形态来 但是他们背负着的顾虑 以及世俗枷锁 无法让他们 活出他们向往的 生命形态罢了 你也同样不能免俗 叶晨这儿 八经道 你是怎么做到如此通透的 叶晨英道 怎么做到如此通透 换做是你前世 活到八十九 然后重生回到 二十多岁重头来过 你同样也会这般通透 叶晨心中暗自苦笑 口中却是故作高深的深邃道 我过去所经历的那些 已经让我无拘任何一切了 刹那间 叶晨英恍惚起来 有关叶晨过去的人生经历 于他脑海中 以文字方式迅速呈现出来 深夜十分 七彩霓虹 依旧璀璨地勾勒着 繁华的魔都市中心 某高档小驱脸 装修豪华的大平层 落地窗前 即便晴朗 已是从容辅宴 回到家中洗了得早 可都仍是 无法从这一夜的 离奇经历中缓过来 就如一场梦 一场飘渺 而不切实际的梦 在他做出蹲守容辅宴 等待傅一山离开的选择后 没多久 傅一山便带着韩伯元走了出来 他当时鬼使神拆地硬着头皮 斗胆上去跟傅一山 及韩伯元打招呼 虽说当时的傅一山 只是不嫌不淡地 应了一声 便直接离去 但傅一山身边的 第一心腹韩伯元 却是留了下来 全程非但堆满笑容 以礼相待 并且还跟自己互换了联系方式 连微信都给当场加上 并且还主动言说 日后若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随时可以找他 除此之外 还说两周之后是他的生日 届时让自己抽空过来 秦朗做梦都不敢想象 父辈在魔都担任二把手的韩伯元 会对自己说出那种话来 同时还那般热情地以礼作弹 要知道 在这之前 他秦朗并非没见过韩伯元 可只能在外围远远地看着而已 毕竟对方的段位 绝非他能高攀得上的 纵使秦氏国际商贸 在魔都多少也算是有点名声 但对于傅一山韩伯元之流 秦氏国际商贸那点名声 终究是有些不值一提 然而今晚 随着叶晨将他带到傅一山的饭局后 哪怕他全程都跟个透明人似的 可依然让一切迎来了改变 那个过去 让他始终都搭不上关系 始终都高攀不了的魔都顶级崖内 仿佛 仿佛成了自己的好友 呼 秦朗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接着拿出手机 拨通了父亲秦光的号码 他知道 父亲这会儿肯定睡了 可是却忍不住想去打扰一番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 喂 没有从睡梦中被饶醒的不满 从街头卖鱼小贩开始 一步步打造出百亿资产的秦光道 爸 我今晚跟叶董见面来着了 秦朗直言道 嗯 你跟叶晨见面了 本来倦意浓重的秦光 瞬间精神起来 直接从床上翻身走下 在我昨晚给他致电说想 招待一下他之后 他今晚给我回了电话 带我前去参加了一个饭局 秦朗道 饭局 什么饭局 傅一山傅大少给他准备的饭局 秦光双眼猛地一蹬 如此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 师生惊道 你说谁 傅一山 傅容光老书记的公子 对 说着 秦朗粗略地将这事说了出来 但关于叶晨的那些狂言 以及对傅一山的接连压制等等那些 则是被他引了起来 即便说电话那头的 是他父亲都好 他都不想去过多告知 最后 秦朗问道 爸 你听说过王金安这个名字吗 尚未能消化完秦朗说的那些 听到秦朗最后这一问的秦光惊炸呼声 谁 王敬安 秦朗重复道 燕京的 秦光宁重至极 应该是 叶董跟傅大少在饭局上 屡有提及王敬安王大少这一名字跟称谓 秦朗道 燕京四九城新生代第一人就叫王敬安 我之前去燕京的时候听说过 他爷爷是王沧海王老 随着秦光说出这一信息 秦朗当即如遭雷击 燕京四九城新生代第一人 王沧海王老的孙子 这 感情叶晨连四九城新生代第一人 连王沧海王老的孙子都不放在眼中 不是 叶晨他 他哪来的资本底气 秦朗在天真再幼稚都好 都不认为这是金钱能够实现的事 爸 你说 为什么是我 秦朗夜声道 什么 我跟叶董之间的交集并不多 我只是抱着想攀附他的想法 才硬着头皮 搂胆给他打了电话而已 他他为什么如此轻易就赐我这般机遇 秦朗问出了迟迟都想不通的问题来 尤其是知道 连四九城新生代第一人的 王静安王大少 似乎在夜晨面前也不太好使之后 他是愈发想不明白了 想不通 自己究竟哪里值得对方去提供如此机会 秦光没有马上去回答秦朗的这一问题 而是缓了许久才开口 你会因为手底下的某位基层职员 获得了你的好感 而提拔他吗 又或者说 如果你在外头遇见一位你觉得能力不错的主 你会朝他抛出橄榄枝吗 秦朗一愣 这种事 他确实干过不止一次 爸 您的意思是 一样的道理 你提拔一位基层员工 或者你对外头某位素人抛出橄榄枝 这对你而言是不值一提的 同样 与他来说 念在你曾在他发家初期跟他合作过的份上 又恰逢你 主动给他打电话表心意 所以 送你一份机遇 对他来说更是不值一提的 但有一点 机会他给了 能不能把握住 这还得取决于你的能力跟造化 秦光继续道 你必须得明白一点 现在你可以借他的 是激入韩伯远 甚至是傅一山的圈子 但这并非长久之计 如果后续你没能获得他的认可 没能一再拉近跟他之间的关系 你在那个原本不属于你的圈子中 一样是待不下去 待不长久的 秦光这话 犹如给秦朗泼了一盆冷水 也浇灭了他那种 迟迟未能化去的内心心系 是啊 如果他跟夜晨之间的交集 仅限于此 那么 后续他在韩伯远他们的圈层中 又有可能待得下去吗 待到韩伯远的圈子 发现他跟夜晨之间也不过如此 届时 他将会跟小丑一样 嗯 爸 我明白 清楚 秦朗道 你自己掂量着就好 你有夜董的联系方式 这无疑是一处优势所在 只要你能真正意义地攀上他 只要你能让他真正去认可 那么无论是你的人生 还是秦氏国际商贸 都能再上几个台阶 秦光道 爸 你说他一介商人 是如何敢不把傅一山傅大哨放在眼中的 虽然傅一山 目前只是屈服三把手而已 但傅一山的父亲 却是官居子敬 傅家那盘根错节的能量 哪怕是对上燕京的一些世家 怕事都不遑多让 他一介商人 究竟是哪来的能耐 让傅一山去忌惮 秦朗再世道 他背后的神秘面纱 不是你我能参透的 不说别的 就说一人如雪那场海外风波 换作是其他人 你觉得会如此轻易 就平息下来吗 并且 还是以那种轰动全球的匪夷所思方式 给平息下来吗 他在那种特殊时期 跟英美之主会面进餐 还使得英美之主公开在记者会上 对他一再表示出的支持态度 暂且不说 咱们华国官方这边 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说的那些 想必你也知道吧 试问偌大神舟 能有哪个企业 能有哪个企业家 可以让官方表出如此强烈 且带着些许极端的历称态度来 秦光物字摇头 没有 即便是华为都做不到 回首华为 当初被美利坚 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 发起制裁时 在叶晨的问题上 官方却是一反常态表出了 让全球为之精正的态度来 这里头无疑能够说明很多东西了 只是那背后的种种 咱们这种层次接触不上而已 现如今的叶晨 恐怕绝非一介商人这么简单了 或许他前两年 还只是一介纯粹商人 但现在 他的角色绝对已经不纯粹了 秦朗文言又次陷入沉默思索中 最后才到 就那么四五年时间 不夸张地说一句 小说都不敢这么想 纵观神舟大帝 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从来都不缺那种逆天的旷世妖孽 一声说吧 秦光画风一转 不过那些不是你该去琢磨的 你要切记的是 忠诚跟真诚这四个字 你若想上他那艘船 千万 千万 千万别耍任何新年 说句你不爱听的 在那种妖孽面前 就你那点道横 怕是连提携都不配 所以 忠诚与真诚 才是你的仅有法宝 爸 我懂 另一端 回到酒店的夜晨 将明天接待李清 以及传奇访谈 栏目组的事 给交代下去后 便在顶楼的私人领地中 跟老婆孩子 开启了视频通话来 当繁华程度 要比江州更胜一筹的夜景 映入小丫头夜悠悠的眼帘 这又是勾起了 小丫头对魔多的向往 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的视频通话 最终在夜晨 跟妻子一诺的隔空亲我中 告下段落 一日 没在前往 腾龙汽车研究院的夜晨 选择待在了酒店 等待李清的通知 然而还没等来的李清的致电 倒是等来了 归属地围魔多的陌生号码 您好哪位 看着陌生的来电 夜晨稍作迟疑 还是接通了 是夜晨夜董吗 电话那头 笑容温和的儒雅问道 您是 我是魔多师府 副秘书长徐安吉 电话那头道 嗯 夜晨骤然一正 对此显然尤为意外 但还是马上连声笑应 李秘长 你好你好 没打扰夜董吧 虽说畏惧魔多副秘长 但徐安吉并没有端着任何架子 没 没 徐秘长您 这在百忙中 抽空给我打电话 是 跟外界眼中的张扬形象 判若两人 此刻 夜晨给魔多副秘长徐安吉的感觉 甚至都要比他所见过的那些 大型企业董事长 来得更加谦和 这也让初次跟夜晨打交道的他 都不由稍稍晃了晃神 夜董 是这样的 在得知 你到了咱们魔多后 咱们的陈宁书记 想跟你会上一面 副秘长徐安吉道 陈书记要见我 夜晨故作意外 对 不知夜董能否安排一下时间 副秘长徐安吉道 陈书记要见我 这是我的荣幸 什么时候呢 夜晨道 由于陈书记明天的外访行程 已经定下无从更改 所以只能 安排在今天下午或者晚上 地点 就在咱们魔多的师府会见厅 不知夜董你这边如何 徐安吉道 没有马上作答 稍作撕粉后道 这样我今天下午要在魔都 接受央台的一场专访 具体结束时间暂时还确定不了 所以可能或许会晚些 徐安吉一愣 接受央台的专访 难不成比接受魔都之主的会见 还重要 可考虑到夜晨的种种 想到夜晨的那些与众不同 徐安吉也没敢多说什么 那行 回头我跟陈书记说一下 再联系夜董 好 有劳徐秘长了 夜董客气了 老夜 什么情况 跟谁通电话呢 就在夜晨准备把手机放下来时 夜晨英已是从外头走了进来 看到夜晨脸上的笑容后 张嘴便是下意识地问道 魔都副秘长徐安吉 夜晨倒也没去藏着掖着 魔都副秘长 夜晨英微微一愣 旋即马上反应过来 副秘长一般都是一把手的秘书 合着这是魔都之主要找你 说是陈宁陈书姐 想在即将外访之前跟我见一面 地点就定在魔都市府的会见厅 夜晨点头道 怎么是这个时间点 这可是 你抵达魔都的第三天了 夜晨英拧眉轻声弥难一声 随后在那打小耳濡目染的觉悟中反应过来 难不成说 这还跟王家有关 嗯 怎么说 夜晨明知故问 毕竟作为重生者的 是他是不可能不知道 魔都之主陈宁的一些基本情况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过 由于魔都的情况比较特殊 所以 魔都之主基本都是空降的 唯独妇荣光是个例外 而妇荣光之所以会是那个例外 这里头更多是紫禁庙堂的博弈所在 以及傅家过去的卓越功勋 还有就是 傅家本就在魔都布局深耕多年 结合当时的复杂情况 妇荣光无疑是魔都之主最合适的人选 不过这些没必要说了 反正知道是这么回事就行 这几十年来 魔都之主这把交椅换了不少人 大多时候都跟林家或王家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当然了 这并不影响傅家在魔都的根基 林家跟王家 也没想过去撼动 傅家的根基进行大举渗透 所以 王家跟王家这俩派系阵营 在博弈中的一块跳板 当前的魔都之主陈宁 则是王家阵营的 虽说到了魔都之主这种级别层次 看似已经具备了自成一派的资本 可朝堂博弈 往往都不是凭以表象而论 即使魔都之主的地位 从某种程度上 算是巅峰的权力所在 可如果没有背后阵营的栽培跟扶持 能力再出众都好 都是没机会爬到那个位置上的 毕竟泱泱华国并不缺才能出众之辈 故此 这里头就涉及到了太多太多的东西 而陈宁作为王家派系的中流砥柱 他不可能分析不出 你跟王家不太对付 如此一来 料想他也是 不敢轻易做出这种打脸王家的决定来的 叶成英将自己的认知跟见解 一一说了出来 话罢没等叶成应声 再又似是自言自语般地继续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是不是说明 王家你是彻底屈服于你了 而且还是打心底的甘愿屈服 毕竟 一旦你跟魔都之主陈宁会面的消息传出去 绝对会让四九城里头对此进行解读的 就不能是陈书记处于经济角度 处于发展角度对我发起会见 甚至是进一步来说 就不能是王家处于经济及发展的多重考虑 在以大局为重的背景下 由得陈书记对我发起会见 叶成乐呵笑道 殊不知叶成英却是不以为然地看了他一眼 得了你 可别装傻冲愣了 魔都之主不缺你这一笔技技 不管这里头有什么门道都好 我只管干我该干的就完事了 你也犯不着去操心那些 叶成摇头在是笑作 说得好像也是 就你当下的段位 确实是不必去理会这里头的门门道道了 微震过罢 叶成英煞有其事地说着 继而话锋一转 对了 半个小时前我就见到李清了 他还没找你过去吗 没等叶成作答 来电疏然作响 看到来电显示的叶成不由道 这不来了吗 说着 接通了李清的来电 喂 清姐 都安排好了吗 叶成温和问道 嗯 安排好了 你现在方便不 方便的话 过来给你做一下最后的沟通 然后四点半咱们就正式开始录制 那头的李清清笑道 行 我现在就下去 在李清的应声下 叶成挂断通话 随后穿着一袭 竞险风范的修身正装 离开了自己这一丝人领地 几分钟后 当叶成步入座椅专访 录制现场的大厅时 央台 传奇访谈 栏目组的工作人员 在看到那张年轻面孔后 一个个眼中 无不都冒出了炙热之色来 哪怕他们过去见过诸多的传奇人物 以至于对传奇人物 已然有了一种免疫力都好 可在看到这位仅用四五年时间 不但实现阶层的两极化逆袭 并且还能将英美之主 都给拿下的年轻面孔时 过往所积累沉淀下来的 免疫力再也荡然无存 叶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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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组的工作人员 纷纷停下手头上的工作 带着肃然敬意 冲着叶成喊道 嗯 你们好 叶成不断点头微笑 挥手致意 任何架子跟枪式的清河 一时间让众多工作人员 晃起了神来 这跟网上的叶晨 仿佛判若两人啊 叶董 很荣幸能够成功邀请到你 这时 李源哥快步走来 端庄大方的他 竟显万般风情地 朝叶晨伸出手来 清姐客气了 应该说 能被央台的传奇访谈 邀请 这是我的荣幸才对 由于当着许多外人的面 叶晨不得不跟李清 去进行这种 双方都感觉有些别扭的客套 叶董 咱们先到那边 坐一下录制前的沟通先 半个小时后 咱们正式开始 说话间 李清朝远处的临时交流区 伸了伸手 好 跟在李清身边 叶晨大不迈 向那块跟其余工作人员 保持着一定距离的临时交流区 刚一往沙发上落座下来 叶晨便率先寒暄道 清姐 算算咱们也是有好一段时间 没见过了 虽然挺长时间没见过 但关于你的事 我可是没少听 每次我回到咱里家院子时 你的名字 我就差没听到耳朵奇俭 就咱们老李家的那些小辈们 对你不可畏是崇拜到了一种狂热的程度 哪怕是长辈们都好 也都是叹不绝口 甚至老爷子还说了 要不是你已经结婚有家事 说什么都得让你成为咱们老李家的女婿才行 李清风情万种地打去笑作 说老李家的小辈们 崇拜我也就算了 但成为李家女婿这种玩笑 清姐可不心开啊 叶晨连忙苦笑应道 得了 玩笑归玩笑 清姐 你还是进入主题吧 叙旧的话 咱们回头再好好聊 没再往下寒暄闲聊 叶晨率先言归正传 嗯 你确定你不用看一下提问纲 好让自己心里头有上充分准备 我得先把话条明了 待会在访谈中的那些问题 有不少都是上级领导交代的 如果你看了 觉得不适合 我现在 可以马上将情况跟上级领导进行反馈 虽说这是录制性的 后续可以通过剪辑进行删减 可这多少都会影响咱们访谈的连贯性 以及浪费时间的 甚至是影响你的心情 李清正色道 没必要去看 待会尽管问随便问就是 只要不是给我挖坑的不怀好意问题 我都无妨 叶晨摇头 挖坑跟不怀好意倒也不至于 李清失笑道 那就行了 我对自己的定位就是 你腿子跟爆发户 所以 没那么多的讲究 要是提前过目提问纲的话 怕是就得浪费脑细胞去琢磨该怎么回答了 所以 倒不如临场发挥 想说什么 就直接说什么 叶晨道 李清有些哭笑不得地说道 在接受传奇访谈 专访的所有人当中 你还是第一个拒绝去看提问纲的 主要是我心坦的 再一个就是 我不怕说错话 没那么多顾虑 叶晨想也不想地笑说道 好 李清轻笑着 微微汗了汗手 接着就这么打量起了 叶晨那张俊朗的脸来 清姐 怎么着 没 就是看你这帅气的英俊模样 想来也用不着去化什么浅妆了 李清道 娘炮才化妆 大老爷们 谁去往脸上抹什么颜值水粉 在叶晨不假思索的脱口初中 李清又是被逗乐了 不知不觉的简单交流过吧 四点半的正式录制时间点 也随之到来 灯光 耳脉 镜头 背景布置 等等悉数到位后 叶晨也跟李清 移步到了大厅中央的沙发上 伴着镜头的这正式启动 浑身上下都透着书香气质的李清 以那出口成章的华丽词枣 拉开了传奇访谈的开场白 在对着镜头介绍起叶晨时 后者也迎着镜头 微笑着挥了挥手 叶董 这是您第一次接受专访 对吧 重新落座下来的 李清笑看着叶晨道 对 我一向都对接受专访这些不感兴趣 不过要是腾龙新闻找我进行专访撰稿的话 我可能不会拒绝 但是咱们腾龙新闻的主 不屑于拿我来摄取流量 不屑于通过对我进行专访 去扩充知名度 所以 截止到今天为止 我还是第一次 这么正式地坐在镜头前 叶晨轻笑应声 那看来 咱们能把你请到咱们的 传奇访谈中来 是咱们的荣幸所在啊 李清打笑道 你要这么说的话 也就是李清而已 若换作是其他主持人的话 估计在叶晨的这一应答下 就得冷场了 只见李清轻易作笑 直接切入到了正题中 叶董 我相信广大社会民众 都对您这一路的崛起 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 因为您在短短几年时间中 所获得的成就 可以说是空前巨大的 甚至说是神迹都不为过 对此 您有什么想说的吗 或者说 您对于您的成功 是如何看待的 我并不认为 我现在是成功的 叶晨道 李清一愣 这回答出乎他的意料了呀 怎么 叶董您认为 现在还不够成功 每个人对成功的定义 都是不同的 如果说赚到钱 赚到很多很多的钱 就等于成功的话 那也许现在的我是成功的 可我对于成功的概念 不单单是赚到钱这么简单 李清 那不知叶晨 对成功的定义是什么 觉得如何才算是成功 叶晨 当有朝一日 我能为华国做出 除金钱之外的卓越贡献后 也许我才会认为自己成功 但现在还远远不够 嗯 叶董能具体点吗 很简单 以腾龙传媒为例子 当咱们腾龙传媒的影视音 能够走向全球各地 并且在世界舞台上取得成功 让世界重新认识华国的文娱 接受华国的文娱 拥抱华国的文娱 乃至于沉浸于华国的文娱时 这才是成功所在 而非固地自封地 在自己的地盘上称王称霸 而这些只是一部分而已 除此之外 例如我旗下的TL芯片公司 腾龙半导体科技 腾龙人工智能 腾龙汽车 等等等等这些 打着科技标签的产业 截至目前为止 都尚未能交出一份 可以昂首挺胸高喊 还有谁的答案来 就凭这一点 我就谈不上成功 叶琛无比肃然地宁重道 叶董 据大众所知 您在那些科技产业中 已经投入了相当大的巨额了 对吧 李清问道 投入吗 我对这些没多少概念 只要有需要 只要我能拿得出 我就往里头 甚至是我都从未统计过 我究竟砸了多少钱进去 因为我一直认为 只要能够取得成果 卓越的成果 那么再大的投入 都是不值一提的 叶晨道 您的产业众多 咱们暂且就先挑腾龙汽车来说 您对腾龙汽车 是如何展望的呢 李清问道 嗯 叶晨没想太多 直言道 从第一辆腾龙汽车 进入市场开始算 三到五年之内 成为全国市场销量最高的品牌 五到十年之内 成为全球销量最高的品牌 为了这个目标 我已经在腾龙汽车的 高层会议上放下话 咱们腾龙汽车 将致力于最为先进的研发 接下来的三年 将是咱们的第一个周期 我计划投入1000亿进去 如果1000亿不够 那就2000亿 2000亿不够 那就3000亿 并不知晓 叶晨在造车上 有着这般野心的李清 暗自扎舌不已 不等他再去作问 叶晨继续说道 对于腾龙汽车 我的野心是极其之大的 大到我要让他成为 第二个一人如雪 大到我要让全世界 重新去定义华国汽车 甚至是自大自狂地说一句 我要让华国自主的腾龙汽车 成为全世界都认可 且去为之追逐的豪华品牌 乃至于超豪华品牌 都说与不惊人死不休 叶晨此刻的声言 算是把这几个字 体现得淋漓尽致了 不说李清觉得如何 就说一旁的那些工作人员 已是全都控制不住的狂颤起了脸 投入上 一千亿不够 那就两千亿 两千亿不够 那就三千亿 预想销量上 三到五年之内 成为全国销量最高的品牌 五到十年之内 成为全球销量最高的品牌 并且要将腾龙汽车 打造成第二个一人如雪 让世界重新去定义华国汽车 让腾龙汽车 以华国制造的身份 成为全球追逐的豪华品牌 乃至于超豪华品牌 这 试问这些话 是怎么敢说出来的呀 即便换作是在 自主品牌汽车史上 取得了空前成就的 比阿迪都不敢说这种话 要知道 现如今的腾龙汽车 只不过是 亨达汽车改名而已 真正拿得出 手去打擂台的点 可以说是完全没有 空有亨达汽车 留下来的那个基础底 就要在三五年之内 成为全国销量最高的汽车品牌 诚然叶晨确实是不缺钱 可以大把大把的 往腾龙汽车里头砸钱 但这玩意 又岂是光靠砸钱 就能成功的 只是一想到 叶晨过去 似乎未曾被打脸过的 崛起背景 在叶晨这一而再的 口出狂言中 众多工作人员 不由甘咽起喉咙来 叶董 您对此有信心吗 李清倒是没表现出 太多的异常来 正声问道 有 在我过去的商业扩张中 我一直都秉持着一种 舍我其谁的心态 要么不做 要么就做到极致 进入造车领域 也不外如是 说句可能会被 很多人所不屑的话 在造车意识上 我更多的是 想在华国全面复兴的路上 尽可能地做出一些 自我认为的贡献 如果腾龙汽车能崛起 能成为华国的一张名片 一张在世界舞台 绽放着尊贵光环的名片 那我觉得这就是贡献所在了 叶晨一本正经地说道 能说说是什么原因 促使你产生造车 这一想法的吗 李清问道 因为我觉得 目前的华国汽车 不尽如人意 是的 就是不尽如人意 别看新能源赛道上 各大品牌各大势力 打得一片火热 但是 以当前华国新能源汽车的 发展现状来看 想要让华国汽车 成为世界的主流品牌 想要让华国汽车 站到世界的中心 说句难听点的 不现实 不是我瞧不上 国内那些新能源势力 而是他们根本就不具备 让华国汽车 在全球崛起的资本跟条件 叶晨道 叶晨 这一段要是放出去的话 恐怕你得成为 重视之地了都 李清表情有些不自然了 只要我站在事实这一面 我从来都不在乎 成为重视之地 叶晨果断道 咱们暂且先不说 其他的汽车品牌 就说比亚迪 各种公开数据显示 比亚迪的许多技术 在新能源时代的今天 即便放眼全球 都是遥遥领先的 李清再道 我不否认比亚迪的成功 但是恕我直言 比亚迪想要代表华国制造 立足于世界舞台中心 不现实 叶晨道 眼见叶晨越说越生猛 李清只能赶紧打住这一话题 回到您这一路崛起的发展过程 众所周知 四五年前 您的生活还非常之拮据 可您仅仅用了四五年 就走到了今时今日这般 堪称商界神迹的高度 您能说说 您是怎么做到的吗 叶晨文言未知一笑 我也不知该如何去回答这个问题 就好比您问明太祖 是如何从一届乞丐翻身逆袭 成为大明开国皇帝 他恐怕也回答不上来 当然了 如果您非要我说的话 我只能说是运气 是的 我从来都不否认 我站在了运气的风口上 受到了苍天的垂青 顿了顿生 叶晨继续道 所以我的发家过程 对于社会大众 是没有任何参考性 以及借鉴性的 其实回望我这一路走来 我自己也觉得 就像是一场梦 曾几何时 我的梦想 只是能够在江州 打拼出一处弃身之所 能够让老婆孩子 过上一世无忧的生活 但是没等打拼出弃身之所 我险些毁掉了自己的家庭 众所周知 我的过去是很不堪的 我也一直都在直面这个问题 包括到了现在 都仍是不曾忘却过 我重新来过的机会 所以 叶董在家庭方面 都还一直都抱着 愧疚之心吗 李青动容起来 对 那些愧疚 我会让他一直都留存着 不会因为现状的更改 以及时间的流逝 而去磨灭他 因为那些愧疚 能够一直鞭策着 我对家庭保持着 足够的责任心 叶晨道 叶董能抱以这般想法 属实是难得不易 李青道 没什么难得不难得的 每个人的人生轨迹都不一样 所以 每个人的思想跟作为 都是不尽相同的 那只是我该做的 叶晨道 叶夫人现在应该是 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之一了 李青笑说道 叶晨也与此 露出了由衷的笑容来 我要做的 就是 竭力让她成为最幸福的女人 昔日她能够不嫌弃我的出身 能够在我最不堪的时候 始终不离不弃 我就该用尽余生气力 去给她最好的呵护 以及最纯粹的爱 嗯 以后若有机会 咱们 一定得想办法 争取对叶夫人 进行一场专访才行 严笑间 李青再是尽显功利地 在三言两语中 回到正题 叶董 据大众所知 您现在的商业版图尤为之大 手底下掌控着那么多的企业 您能说说 您都是如何管理的吗 我一直都秉承 一人不用用人不移的理念 所以我基本都选择放权 就如外界所知那般 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甩手掌柜 只负责在关键时候进行掌舵 至于其他的 我相信他们的能力与人品 而事实证明 到目前为止 我看人的眼光都还是不错的 叶晨笑说道 当然 我并不建议其他人也效仿我 毕竟正如我刚才说的 我并不具备任何的参考性与借鉴性 的确 像叶董如此传奇的经历 确实不是能够随意参考借鉴或效仿的 只是叶董 到目前为止 您的企业都是自成一体的 为此 您有考虑过创建集团公司吗 我相信 这也是外界大众所关注的一个问题 李青道 叶晨 嗯 不出意外的话 明年腾龙集团将会落户于江州时代之城的CBD 如果各方面的条件允许 我计划是在明年10月1号当天 正式为腾龙集团进行挂牌 李青 能说说为什么想在10月1号的国庆当天 进行挂牌吗 叶晨肃然领声 因为我对腾龙集团的定义是 与国同在 与国同在 当这几个字 从叶晨口中铿锵说出后 无论是李青 还是其余工作人员 全都在刹那间 猛然为之精震 他们不至于理解不了这四个字的含义 但是 试问有哪位华国企业家 敢对着镜头 说出这种话来 一时间 除李青之外的其他工作人员 无不都肃然起敬地 加快起了呼吸频率 叶董 您说的是 与国同在 如果换作是其他企业家或商人 李青内心深处 或许会因此亢奋 从而围绕着这四个字来做文章 可由于对方是叶晨 他此刻心中不由地戈登忐忑起来 因为叶晨旗下的多个产业 都是面向全球市场的 如此背景下 公然表出如此态度 这会不会给旗下企业的海外征途带来麻烦 是的 与国同在 有朝一日 若是国家 需要我的腾龙集团 我必将择无旁贷地亲近所有 仿佛完全不担心自己的这番表态 会造成什么影响似的 叶晨直言不讳的宁重引导 在我的从业生涯中 我采访过的企业家不在少数 叶董您是 第一个说出这种话来的企业家 且不管日后如何 就此时此刻 请允许我向您表出最崇高的敬意 李清已是有意的 不想在这一话题上多说了 然而叶晨却是不知可否地笑着摇了摇头 还是我刚才说的 每个人的人生轨迹跟经历不同 这也形成了思想的迥异 众所周知 我是孤儿出身 打从墙堡之中 就落入到了江州福利院 生在红旗下 长在春风里 这句话对我这种出身 可谓是再恰当不过的形容 吃的喝的穿的用的 包括上学 这一切的背后 都是国家的提供 哪怕说 这对于国家而言 再也微不足道都好 可国家却是实实在在地 给了我一个人生 故此 假如某天国家需要我了 我能做的只有四个字 那就是义不容辞 我从不认为 我的思想有多么伟大 我只知道 我是在国家的公养中长大成人的 那么在国家需要我的时候 义不容辞必 也将是我的唯一选项所在 我把这归为感恩 为此 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 腾龙集团都会坚决贯 回馈社会回馈国家的宗旨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据助力于华国的全面复兴 据为华国的繁荣发展进最大贡献 在叶晨那质地有声的言论下 纵是内心忐忑 但此时的李清 也都无比动容起来 叶董 等咱们的这场专访内容播出后 我相信 十几亿华国人民 都会深受感动的 叶晨笑笑眉再往下揭查 见状 李清赶紧插开话题 叶董 听说从你说过之后 便一直坚持将营业额的1% 作为慈善投入的江湖火锅 即将迎来上市了 据悉 市值将在2000亿之上 从一个只在珠三角地区 开连锁的草根品牌 就因为有了你的收购入主 短短四五年 已经遍布全国一二三线城市 长期保持着一座难求的火爆状况 您能跟咱们聊一下 江湖火锅的成功吗 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 说起来 我跟江湖火锅的缘分 还是在天使投资平台上的 申请融资板块中看到的 作为江州人 对于这家草根品牌 我肯定是不陌生的 那次正好看到江湖火锅的创始人 想拉融资 然后我就跟他联系见面 在跟对方开展深入交流后 我觉得江湖火锅 具备持名全国的潜力 再加上我跟刘夕刘总 针对江湖火锅的发展理念 不谋而合 一来二去 我便决定进行投资 结果没让我失望 江湖火锅取得了我预期中的成绩 叶晨淡淡笑道 叶董 您对江湖火锅的2000亿市值 又是怎么看的呢 李清再问 老实说 我并不看重这些 但非要说的话 我觉得2000亿算是正常吧 毕竟江湖火锅的 所有一切都是 有口皆碑的 接下来 江湖火锅会持续进行 合理的扩张 走入下沉市场 走出国门 面向世界 但有一点 江湖火锅绝对不会为了 刺激市值而盲目过度扩张 咱们会严格遵循市场规律 结合市场需求 目标不在于冲击市值高度 而是将江湖火锅 打造成一个百年品牌 一个能在社会上 跟广大消费者 长久相处的百年品牌 叶晨应道 接下来的时间里 李清围绕着叶晨旗下的 多个企业 一一进行了提问 问的几乎全是 社会大众较为关注的问题 而叶晨对于提问 全都是来者不拒 哪怕有些问题 较为尖锐多好 只要不是 很过分的那种 叶晨都没去回避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专访也渐渐到了尾声 有史之中 都没有拿芯片研发 跟光刻机研发 作为提问的李清 将话题转向了 江州的远郊开发工程上 叶董 咱们回到腾龙地产的问题上 现在社会上都在广泛讨论着 腾龙商业综合体 以及你们在江州远郊的 开发工程上 我记得 您那次在江州远郊开发的 重新动工仪式上 对记者说过 说要在江州远郊的开发上 进行不低于3000亿的投入 并且意图将江州远郊 打造成珠三角 CBD 对吧 对 目前腾龙新城 也就是远郊工程 嗯 通过江州市府 跟岭南省府的核准 远郊已经被命名为腾龙新城了 目前腾龙新城的开发进度 在不断加快着 预计三年后正式投入使用 打造珠三角 CBD的这一追求 咱们一直都没变过 叶晨道 李清道 但是就目前而言 好像还没传出 有哪些企业要入住腾龙新城的消息 叶董您能针对这个问题说一下吗 叶晨失笑摇头 确实 到目前为止 除了我旗下的几家企业 确定入住腾龙新城之外 还没有任何的对外企业 不过 过去几个月 已经有多家企业 向我们了解过入住的事了 只是咱们腾龙方面暂时 没有给出他们一个确切答复而已 因为针对企业入住腾龙新城的事 咱们腾龙方面 将会在春节过后 正式开展招商工作 半年之内 敲定入住企业名单 叶董能透露一下 有哪些企业 表示出入住腾龙新城的意向了吗 李清笑笑道 这个恐怕不能 叶晨果断摇头 呵呵 开个玩笑 叶董 咱们再聊一下 有关腾龙商业综合体的问题 据目前外界已知的 遍布多索一二线城市的 四十几家腾龙商业综合体 已是处在了如火如荼的施工状态中 叶董可以说一下 有关腾龙商业综合体的规划问题吗 毕竟 这同样也是外界一直聚焦的问题 尤其是现在已经有消息传言 腾龙地产将会入主迁通商管 叶董可否在咱们的专访中 也回应一下这则传闻 对于这些异想之中的提问 叶董不假思索地硬说道 关于腾龙商业综合体的规划 这些咱们腾龙地产 已经做过全面的攻势了 那就是打造化时代的商业综合体 咱们将会投入一系列的黑科技进入其中 以此去保证腾龙广场 对于广大社会群体的吸引力 为此不算地皮成本 每一座腾龙广场的开发预算 都在四十到五十亿区间 目的就是要让腾龙广场 成为各大城市中一颗最璀璨的明星 同时也由此去颠覆 当前国内的商业综合体 叶董带到腾龙广场问世后 您觉得哪些商业综合体 会成为腾龙广场的竞争对手 没等叶臣回答签通商馆的那一查 李清便是顺势问作 竞争对手 不 我不认为腾龙广场会有竞争对手 我相信腾龙广场一经问世 将会成为无敌的存在 叶臣掷地有声道 话了再是说 至于您刚提到传闻 签通商馆将会迎来腾龙地产的入主 这问题我本不该公开来说的 那我也就索性直言得了 确实我对入主签通商馆 是有相对意向的 但至于最终会不会去入主 还得取决于多方因素 可能很快就会有答案了 叶董 冒昧地问一问 若是腾龙地产 届时做出入主签通商馆的话 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入主 李清道 这个道时大家自然就知道了 叶臣没去直面这一点 李清微微笑着点了点头 继而凯探道 从义务所有的人生至暗谷底 到今时今日的这等辉煌家夜 叶董仅仅用了四五年而已 毫无疑问 这绝对堪称商业史上的神迹 所以叶董有没有想过出一本自传 没想过 而且我应该也不会去搞什么所谓的自传 因为我的发家史 有太多的偶然性跟运气 这并不是依外界去参考借鉴效仿 所以我一旦真去搞什么自传的话 到时岂不是误人了吗 岂不是给自己图添一些没必要的争议了吗 叶臣笑着摇头道 叶董言重了 李清完尔 转而道 那叶董对于以后的人生规划是怎样的 能简单说一下吗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四十岁就退休 这算不算是人生规划 叶臣笑说 李清文言惊恶道 四十岁就退休 叶董 我没记错的话 您现在才三十二三岁吧 您这就已经计划四十岁退休了 对 距离我的四十岁 还有七八年 这七八年 要是腾龙集团能够发展成我想要的样子 那我也就可以退居二线 去过上那些我想要的悠哉生活了 毕竟人生短短几十年 奋斗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每个人对人生的理解都不同 而我对人生的理解 更多是闲云野和白云悠悠 当然了 即便是我选择退休 也不影响腾龙集团进一步发展的 叶臣道 叶董所希望的腾龙集团 是什么样子的 李清追问一声 能够为华国争光 能够成为华国的一份骄傲自豪 能够让广大百姓发自肺腑地去拥戴 更重要的是 能够成为华国的一节脊梁谷 叶臣正声道 可现在距离叶董的四十岁 还有七八年而已 就七八年的时间 叶董有信心能做到吗 有 如果没信心的话 我肯定不敢说出 这种狂妄的话来 基于叶董所展现出来的 种种国家情怀 我想问问叶董 身为一名企业家 必然脱离不开 要跟官方打交道 甚至是深入交道 在这方面上 叶董是怎么看待的 又是怎么做的 这个问题 李清本是不想问的 但想到上头领导的交代安排 他还是问了出来 我知道国内 嗯 不只是国内 全世界都一个样 当商人 或者该用资本家这三个字来形容 当资本家到了一定高度的时候 总是会忍不住 把手伸向不该伸的地方 打起不该打的主意 甚至还会因为跟官方的关系 而卷入到ZZ当中 然而对此 我是绝对不认可的 所以我一贯以来的宗旨 就是亲近官方 远离ZZ 这一点永远都不会变 叶臣正中道 亲近官方 远离ZZ 不得不说 叶董这八个字说得好啊 希望咱们这七专访内容播出后 这八个字 能够让咱们的企业家 同样去引以为鉴 轻生者唯一感叹过吧 李清旋即用眼角余光 瞥了一眼时间 接二道 时间也差不多了 感谢叶董能够在百忙之中 抽空出来 接受咱们的专访 并且在咱们的访谈之中 给出这么多的回答来 在这专访的最后阶段 叶董有没有什么 想跟咱们社会大众说的 嗯 年初一 我会给所有人一份惊喜的 对 所有人 所有华国人 所有盼着华国 能够越来越好的人 叶臣对着镜头 人畜无害的微微一笑 然而这话 也把李清给闪着了 给所有人一份惊喜 叶董 能进一步说说吗 不能 如果进一步去说的话 那么到时 就算不得惊喜了 但我可以说 这份惊喜绝对足够重� 绝对能够造成足够大的威力 为时一个多小时的专访 随着叶臣的这个回答 而落下了帷幕 伴着镜头关掉 卸下了主持人姿态的李清不由道 叶董 你是真敢说啊 这期节目 要是就这么放出去的话 必然又会引起滔天争议的 围绕在我身上的滔天争议 还少吗 所以 也不差这一次了 叶臣光棍地洒脱道 试试这么一回事 可你的腾龙集团 注定会是大型跨国企业 而你却将国家情怀展现得这么直接 就不怕 会对腾龙集团海外征途 带来一定麻烦吗 不怕各国官方 会对腾龙集团 产生一定的想法吗 虽说那些超级企业的背后 往往都跟所在国家 有着绝对的紧密关系 但被地理如何跟摆到台面上 公然效忠 那是截然不同的 李清道 所以 把那段给剪辑掉 叶臣笑道 如果你现在认为有必要的话 我能做主 将这一段给删减掉 不用删减 就直接放出去得了 既然我敢说 那就意味着我不在乎这些话 会不会给我带来所谓的麻烦 如果连说话 都得沾前顾后藏着掖着 那就不是我叶臣了 叶臣不以为然地摇头道 确定要保留放出去 确定 叶臣想也不想地 果断点头应声 离开临时布置的专访大厅时 是李清送叶臣出去的 小辰 你最后说到的惊喜 究竟是什么 剧透一下 一席工作庄无比端庄的李清 还是忍不住地问道 到时清洁你就知道了 叶臣仍是守口如瓶 连我都不能说 李清正恶道 说出来就没意思了 也罢 那就只能将这份好奇 延续到大年初一了 李清无奈苦笑说着 而后再步入电梯间隙再试道 一起吃个晚饭吧 顺便咱们聊会 恐怕不行 我这就得出去一趟了 叶臣微一笑作 怎么着 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魔都之主陈宁陈叔姐 还在市府等着我呢 叶臣道 李清一愣 魔都的陈宁书姐要跟你会面 对 魔都副秘长下午那边给我打来电话 说是陈宁书姐想跟我见一面 我说得接受央台的专访 要等完事之后才能过去 眼下专访已经结束 也不好再端着架子 继续拖时间了 叶臣道 不是 既然是魔都之主找你会面 那你怎么不早说 咱们的专访可以推迟的 李清猛了 相比起会面魔都之主 跟接受专访 哪个轻哪个重 这显然是无庸置疑的呀 答应了的是 我一向都没有更变的习惯 哪怕说是魔都之主 发出了会面之邀也好 叶臣不以为意地摇头笑说 你这还真是 无奈失效忠 李清一时间无言以对 好了清姐 您帮您的去吧 不用送了 唐松已经在外头等我 我这就得直接过去魔都市府了 伴着电梯门钉的一声弹开 叶臣打住了李清 继续往外送的意图 对此李清倒也是没去过多矫情 冷声之余 拍了拍叶臣的臂膀 便也折返回去 很快 酒店外的奔驰 在叶臣坐入后排座后 迅速行驶起来 朝着魔都市府的方向 急迟而去 不到半个小时 唐松驾驶的奔驰 在魔都副秘长的提前交代下 顺畅驶入了市府大院 身为副秘长的徐安吉 这会也等在了会见厅所在的大楼门口 待到叶臣一下车 这位副秘长立即笑着上前 跟对方握起手来 叶董 幸会 徐秘长 抱歉哈 来晚了 叶臣客气道 没事 陈书记在上面等你多时了 咱们这就上去先 口中虽是笑着说 没事 但那句陈书记在上面等你多时了 却是多少都对叶臣拖到现在才现身 有着几分威慈 毕竟魔都之主 可不同于其他地籍式的一把手 地狱使然 魔都之主 可是妥妥的复国身份啊 可对方却因为一场所谓的专访 从而让魔都之主等到这个时候 并不清楚 叶臣那些神秘底细的副秘长徐安吉 在内心深处 已然觉得 对方是飘了 拎不清了 然而 洞察出对方前台词所在的叶臣 对此则是不以为然 区区副秘长 他断然不至于去跟对方上纲上线的 不多时 徐安吉微笑着 将叶臣给领进了会见厅 此时处处彰显着大气威严的会见厅里 明显只有魔都之主一人 一看到 那位面貌并不陌生的魔都之主 叶臣立即笑盈盈地 主动上前迎去 率先道 陈书姐 实在抱歉啊 让您久等了 叶董言重了 什么久不久等的 放在平时我这个点 也都还得在办公室处理公务 气场十足的魔都之主 握住叶臣伸来的手 堆着笑脸言说道 随后言问 叶董 我听徐富密长 说你先前是在接受专访 所以冒昧的好奇问一句 你是接受哪里的专访呢 央台的 传奇访谈 我本来想着 过几天再去应邀的 没曾想 传奇访谈 栏目组的人马当下就在魔多 当时想来 反正没其他行政安排 索性隔日不如撞日 就给应了下来 就是没想到徐密长后来给我打电话 说是陈书记 您想见我而已 要不然说什么 我都会推示一下专访时间的 丝毫没有因为对方的身份 而为任何拘谨或者顾忌 顺量不轻的专访啊 魔独之主陈宁爽朗硬说道 不过以夜董今时今日的身份地位 也只有传奇访谈 才够得上对夜董进行专访了 话声落下 再时冲着副密长徐安吉道 安吉同志 你忙你的去吧 我跟夜董聊一聊 一言将徐安吉给打发走之后 陈宁这才笑着 把夜晨招呼 落坐在宽敞大厅中的单人沙发上 夜董 找你过来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跟你见上一面聊上一聊而已 不是什么正式会见 陈宁正式拉开会面开场白 陈书姐 我知道 阵仗摆在这儿呢 真是正式会见的话 也不至于就咱们俩了 这点我还是明白的 夜晨喝笑着 陈宁敏笑轻轻汗了汗手 接着道 本来在得知夜董抵达魔都的第一时间 我就该让徐安吉去联系夜董的了 但碍于公务缠身 着实抽不开身 才拖到了今天 并且还是那么的仓促 陈书记严重了 无论什么时候都好 只要您想见我 我肯定到的 夜晨轻声笑道 不过陈宁却是没去接查 转而道 夜董这次到魔都 主要是干什么的呢 对此 夜晨玩味一笑 我到腾龙汽车研究院进行视察 以及应邀附会 副一山副大哨的饭局 想必陈书记应该知道的吧 嘘 前一刻还是规矩谦逊的夜晨 突然来上这么一句 顿时让陈宁娜 向来喜怒不形于色的脸色微微一变 关于夜晨抵达魔都后的行程 他自是知道 但那些场面话 该说还是得说的 可却万万没想到 夜晨竟是会直接给戳破那层窗户纸 如此一看 夜晨要么是缺心眼 不懂规矩 要么是心里头 不太拿他陈宁当一回事 然而 就他对夜晨的了解 以及夜晨的种种所谓跟成就 又岂会是缺心眼之人 所以说白了 对方明摆着 是不太拿他陈宁这位魔都之主 当一回事 甚至是想让自己下不来台啊 不过一想到 他今早跟王家那边的通话内容 陈宁只能不动声色地 挤出几分笑容去忽略了夜晨的话外之意 故作道 哦 夜董在此之前 还跟屈府的一山同志见过面了 在魔都之主陈宁的似笑非笑下 夜晨但笑道 打从落地魔都的那一刻起 我就在等他的电话 好在他没有让我失望 嗯 就在昨天于荣府宴中为我设下了饭局 所以说 夜董来魔都也有部分原因 是冲着一山同志来的 陈宁顺势一问 不 我冲着的是傅大少 而不是陈书记 口中说的一山同志 毕竟若只是松江屈府三把手的话 是不值得我去上心的 陈书记说对吗 夜晨露齿一笑 夜董是想通过傅大少 打入到魔都的官场之中 陈宁的眼神突然变得锐利起来 殊不知夜晨不以为意地 摇头笑上一笑 陈书记抬救我了 亲近官方远离ZZ 这是我的原则跟宗旨所在 别说魔都 就是在江州都好 我都对官场上的事毫无兴趣 因为我很清楚 那道红线有多敏感 所以找上傅大少 纯粹是看看他 有没有兴趣跟我混而已 当然了 我要强调的是 我说的是傅大少 而非陈书记口中的一山同志 感情夜董是想让傅大少上你的船 看来夜董的野心是真不小啊 陈宁道 得了 陈书记 你也犯不着拐弯抹角的来试探我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您之所以现在才找我 想必应该是跟四九城的老王家通过气了 如此一来 相信您应该也能想到 既然夜晨英跟在我身边 那自是免不了 会将陈书记的底细跟我讲明的 而陈书记 既然是王家阵营的 那就应当知晓 我跟王家以及王静安的关系 连王静安 我都能将他压着 连鹅厂跟我之间的冲突 王家都没有介入进去 为鹅厂撑腰站台 当下我不过是想将傅大少拉上 我的船上而已 这算是野心很大 夜晨嗤笑一声 话罢 不给插那间惊恶不已的陈宁揭查之机 再道 不过一马归一马 我跟王家如何 又或者跟傅一山如何 这都不应该成为 我跟陈书记之间的谈话屏障 所以还希望陈书记 不要以那些作为咱们之间 此番谈话的阻碍 都说叶董非比寻常 今日一见 果真如此啊 即使身为魔都之主 可这一刻的陈宁 却是感到了深深的被动 似乎在彼此的 这番会面座谈中 自身毫无任何主动诠释的 接着只能尽量 让谈话归于自己的节奏当中 不知叶董认为 我此番邀你过来的来意 我就不费那心思 去揣摩去分析了 我可以直言 坦诚自己的态度 只要魔都市府 想跟我开展合作 我随时张开双臂 去拥抱魔都市府 我知道 陈书记断然不需要通过 我去摄取任何的Z技 毕竟到了 陈书记这种高度 只要不犯错 下一步必会入紫禁的 叶晨到 陈宁营声人畜 无害地笑了笑 我想说的是 在咱们华国的剧场当中 无论是一品大猿 还是绿豆芝麻官 都没人会抗拒得了Z技的 有时候不是雪中送炭才珍贵 锦上添花一样 能够光芒万丈的 叶董你说是吗 叶晨微笑汗手硬说着 所以陈书记此番约我会面 就是代表魔都来 跟我洽谈合作的 几年前 亨达新能源汽车 全球研究总院揭牌 即亨达新能源汽车项目的签约活动 还是咱们上一任的 魔都支柱出席的 如今虽说时过境迁 原来的亨达汽车 也在叶董的收购下 成了腾龙汽车 但对咱们 魔都官方来说 并不会因为 亨达汽车的一主 而却忘记自身角色 都知道 汽车产业是 魔都的支柱产业之一 相对地 魔都也可以说是 汽车产业发展的沃土 陈宁接着道 为此 咱们魔都官方 一直以来的态度 都是支持鼓励汽车企业 顺应技术变革新趋势 与潮流俱进 与时代俱进 朝着电动化 共享化 智能化 品牌化等方向 大步迈进 由此去大力发展 自主品牌 进一步去开拓国际市场 如今 腾龙汽车 在亨达汽车留下的基础底上 进一步加大了 产业链的布局力度 这无疑是极为契合咱们魔都 在汽车这一产业上的 发展方向的 基于这些 腾龙汽车 已经成为咱们魔都官方 在发展会议上的重点角色 所以 咱们魔都官方 想跟叶董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 开展更深入的合作 针对腾龙汽车的 进一步投资布局 针对腾龙汽车 对于新技术新模式的应用 咱们魔都官方 将会贯彻 大力支持的原则与宗旨 竭力去为腾龙汽车 提供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 以服务者的角色 尽可能地去做到 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的电小二 共同驻救出 共赢的发展大势来 虽然这些早在之前 咱们魔都官方 就已经跟亨达汽车方面 进行过一系列的协定 可曾经的亨达汽车 当下已经一主 鉴于这番改朝换代 所以 咱们魔都官方 是很有必要跟腾龙汽车 在原亨达汽车的基础上 去开展全新的合作交流的 在陈宁这番说辞下 叶辰微微笑道 怎么着 难不成陈书记跟魔都官方 还担心我将腾龙汽车 在魔都的布局给撤走吗 众所周知 叶董对于江州的情怀 是非同一般的 同时 江州也是名副其实的汽车重镇 而且 基于岭南官方 以及江州官方 跟叶董之间的紧密关系 魔都官方 包括我这位魔都之主在内 担心叶董将腾龙汽车 在魔都的布局撤回江州 不也是正常的吗 魔都之主陈宁坦然道 而后 又是摇头失笑道 若是说在我认上 万众瞩目的腾龙汽车 将其在魔都的布局全面撤掉 从而归于江州的话 这怕不是一般的打脸了 到时别说 ZG不ZG的 怕是我都得 保造各种勾病啊 叶辰树然正色起来 的确 我是有想过 让腾龙汽车全面回到江州的 最不济 也得将腾龙汽车研究院 转回江州 我相信 只要我有这个意向 江州官方必定会竭力去配合 且去对我提供 一切能提供的便利的 哦 那现在呢 道横摆在那的陈宁 在古井步波中微微一笑 以春节为节点 如果春节之前 魔都官方没有主动联系 腾龙汽车表达态度的话 我会下令迁移的 哪怕付出再大代价 哪怕造成再多的无畏损失 哪怕再麻烦都好 我都会坚持 因为据我所了解到的 从我收购亨达汽车到现在 魔都官方 都还未跟咱们腾龙汽车 进行过任何的正式交流 以及表态 而这 显然是一种不被重视的体现 话口未完 叶晨再世道 当然 我也知道 陈书记有自己的顾虑在 毕竟对一小撮的知情人而言 我已经成为四九城王家的 眼中钉肉中刺了 作为王家阵营中议员的陈书记 难免地将某些因素考虑进来 纵使心里头基于魔都的发展 在想亲近于腾龙汽车 甚至是在想亲近于我都好 都得去顾忌王家那边的态度 所以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秉承 亲近官方远离ZZ的宗旨 因为任何事任何人都好 只要跟ZZ那边沾上边 哪怕是无形中的间接关联 都注定会被复杂化的 殊不知陈宁却是迎声画风一遍 难道叶董不是早就卷入其中了吗 看来陈书记 对我还是缺乏了解啊 叶晨摇头道 嗯 陈宁一愣 他有点琢磨不透叶晨 这话意了 不过他也没就此去多做思索 选择直接忽略叶晨说的这一点 接而道 叶董 今晚坐在这儿的 是魔都之主 是想跟你旗下企业开展合作 以此去实现 魔都跟你都迎来双赢的魔都之主 三下五除二 陈宁已然完美地规避了叶晨方才的话查 看来我还得庆幸找叶董来上这么一趟啊 要不然 若是魔都是否 碍于事物繁忙 以至于没能及时 照顾到腾龙汽车的感受的话 怕是还得让腾龙汽车 离开咱们魔都了 说到这 陈宁又是微微一笑 不过叶董 今天找你过来 我除了是想将腾龙汽车留下 同样还想着 让魔都市府 跟你旗下的一众企业开展 进一步的深层战略合作的 包括弹不限于腾龙人工智能 精灵科技 雷霆速递等等等等 不知魔都市府 能给到我什么 叶晨挑生轻笑道 叶董要的 魔都市府都能提供 陈宁不假思索 并未对陈宁的这一回答 上纲上线 稍作私存后 叶晨的笑容再度玩味起来 行 回头让魔都市府 跟我旗下那些企业开展一场座谈会 届时 我会根据旗下企业代表的反馈 来做决定的 怎么 叶董不打算亲自上阵 陈宁道 没那个必要 如果势必公卿的话 先不说我这个甩手掌柜 能不能当得下去 从某种程度上 也会被误会成 我对旗下各大企业代表的信任缺乏 叶晨道 行 那就期待咱们魔都市府 跟叶董旗下企业 在不久后的联媒共赢 这出会面持续的时间 并不算太长 但却是魔都之主陈宁 有史以来最被动的一次 待到叶董离开后 陈宁在会见厅的沙发上 沉思了足足半个小时 最终还是拿出私人手机 拨出了一通号码 片刻后 被接通的通话中 传出一道苍老的声音来 跟他结束会面了 老领导 那小子似乎不太拿我当回事啊 陈宁开口便是试探道 殊不知那头的沧老生 即便知晓 对方是在进行试探 可都仍是无所谓的选择直言道 他有那个资本 怎么 陈宁顿急不由眯了眯眼 可电话那头的王沧海 却是沉默不语 老领导 我不明白 您为何要让我代表魔都市府 去试探他的合作态度 并且代表魔都市府 去争取跟他之间的合作空间 老实说 也许魔都市府 出于发展角度 需要争取跟他之间的合作 但我魔都之主的任期 估摸着也不剩太多时间了 所以 有必要让王家在背地里 去经受某些不必要的猜疑吗 陈宁顿声道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魔都对于一所企业的战略发展而言 重要吗 王沧海道 您的意思是他接下来会将魔都 作为战略发展的重点 陈宁道 这是必然的 那小子的野心大得很 纵观神州大地 魔都具备着无可比拟的国际化战略地位 他岂有可能不在乎 他现在之所以还保持着观望态度 十有八九是想给康安邦送大礼 等你被调离魔都后 魔都之主这把交易 大概率是康安邦的 以他跟康安邦的关系 到时只要康安邦即位 他一定会跟魔都市府 将一切合作空间全都利用到尽的 王沧海道 碍于陈宁对叶辰的了解有所缺乏 这会儿 他只能高速转动大脑 为之思索起来 却听王沧海继续道 所以我建议你 尽可能地去争取跟他开展合作 目的不在于当下 而是在于日后 在于给你的任期中 留下一笔浓墨 同时也省得康安邦以后 将这笔C寄给独吞 如果是这样的话 您觉得 那小子岂能在我的任期中 跟魔都官方发起合作 他会的 我了解他 哪怕他知道这是王家 想借助他来为你的任期 再添一笔闪光点 他也会的 王沧海道 陈宁快速消化起 老领导王沧海说的这些话来 短暂片刻后 老领导 他当前跟我说过一句话 说他秉承亲近官方 远离ZZ的原则宗旨 如果按您的说法 说他想给康安邦送大礼 那么 基于他所说的原则宗旨 是不是有些矛盾了 还是说 他故意在我面前装枪做事 陈宁道 这并不矛盾 王沧海道 嗯 陈宁一愣 据我对他的了解 几乎能够肯定 他是一定不会 把手伸到ZZ上的事儿去的 王沧海道 我还是不理解 陈宁直言不会 因为他压根没必要 去踩那条红线 他有那个不靠借助 ZZ来实现野心的资本 王沧海在实力所应道 他 他究竟是什么底细 意识到王沧海 这一回答中的深意所在 猛然惊震之鱼 陈宁中是忍不住 再问出 这一困扰了多时的问题来 何正锋将他视为接班人 老总深夜召见他 聊了两个多小时 微意沉映后 王沧海给出了回答来 但仍是 没将夜城市林家子四的消息 告知出来 因为他很清楚 就这两个信息 足以解开陈宁的困扰了 果不其然 陈宁如似听到了 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儿似的 什么 王老您说 您说 您说 他被和老视为接班人 第一国式的接班人 他还 还被老总深夜召见 坐聊两个多小时 煞时间 这位官居复国的魔都之主 再也抑制不住地 口干舌燥起来 对 所以你说他 有没有那个资本 更关键的是 他原本只要退于商业幕后 现在就可入主智库大院 可他却一而再地拒绝了 何正风的橄榄枝 但即便是如此 据我所知 何正风将他视为接班人的态度 都未曾更改 王沧海道 这这究竟得是什么样的妖念 陈宁无比凌乱地呆呆道 另外 这并非他的全部底细 但仅凭这些 足以说明他手上 攥着何等资本 那小子大致近腰 据悉首席智囊团 都曾被他所折服 惊为天人 王沧海道 他是不是老林家阵营的 陈宁不由夜深问道 他属于哪个阵营 已经不重要了 他的存在 已经超出了那些 被何正风视为接班人 还能让老总深夜会见他 长达两个多小时 这就决定了 他是什么阵营的意义 已经不大 不过有一点 他的大局官 在我见过的所有人当中 绝对是能够排上号的 你完全不必担心 他会因为你跟王家的关系 而给你屎半子 他不是那种人 倘若他是那种人的话 也不至于能获得 何正风的万般青睐 更不能让老总在日理万机 终于深夜跟他交谈 两个多小时 王沧海正声道 那他跟王家 陈宁没在将话往下说 可询问的意思 已是无比明显 我只能说他对王家 没有敌意 王沧海折中应声道 王老 您为什么不早点 更告诉我这些 为什么不在我跟他会面之前 告诉我这些 陈宁道 不早点告诉你 侍卫你好 他不可能不知道 你跟王家的关系 如果提前告诉你这些 必然会影响到 你跟他的初次见面 如果你过于热情的话 或许还会让他看清你 王沧海道 而根据我对他的了解 只要你不跟他撕破脸 他都不会去 跟你上纲上线的 如此一来 没提前告知 你完全是为你好 陈宁没在应声 是因为不知该如何说了 那头的王沧海 也在陈宁哑然的间隙中 直接挂断了通话 偌大会见听众 正愣不已的陈宁 待坐在沙发上 回想起了先前 跟夜城会面时的 一字一句 以及夜城的 每一道表情呈现 最后 这位魔都之主 耸动起了鼻子来 自己 似乎全程都落在了 对方的节奏当中 对方 更像是以一种 走过场的方式 给他这位魔都之主 提供一份基本尊重而已 在想到夜城起初时说的 想将腾龙汽车 在魔都的布局 撤离回归江州时 陈宁又是忍不住地 抖起了眼角 如果情况真如王老说的那般 夜城想着 等康安邦 即位魔都之主时 送上大礼 那么 对方所谓的 若是得不到魔都市府的尊重 就选择撤离 无疑就是在戏耍他陈宁啊 想到这一点 城府极深的陈宁 并没有为之恼怒 反而是感到了恐怖 这是得有多大的底气 才敢来戏耍自己 这位魔都之主 还有 王老方才在通话中 还提到一句 纵是被第一国市 何正锋视为接班人 纵是被老总深夜 召见谈话两个多小时 都仍非夜城的全部底细 如此说来 那四的背后 究竟又还藏有什么 魔都之主的喉咙 再一次不禁振振发渴 叶董 这么快 是否大楼外 叶晨一坐上车 司机唐松便是不由问道 本来就不是什么正式会面 咱们的魔都之主 只是想试探一下我而已 费不了多长时间的 叶晨不以为然地 摇头笑说一声 陈宁之前是在燕京任职的 我知道他 据说是王家阵营中的 他找您 没有不安好心吧 唐松道 如果他不是王家阵营的 或许可能会不安好心 可正因为他是王家阵营的 所以不可能 也不敢对我不安好心 叶晨耐人寻味的 再是笑语一句 话罢 察觉到唐松 似乎有些反常的叶晨纳闷起来 怎么着 你怎么对这种事感兴趣了 没 就是在自己的认知范围内 想着提醒叶董 您一句而已 看来是我多虑了 唐松甘善道 殊不知叶晨却是摇起头来 果断道 不对劲 唐松文言微微一愣 没有作声 这更加笃定了叶董的想法 唐松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跟我说 看来我这种粗人的心思 是真瞒不过叶董 唐松苦笑起来 咱俩相处也有四年不止了 就咱们这重关系 你有什么大可之言 犯不着跟我拐弯抹角都圈子的 叶晨道 叶董 我难以启齿 唯有解除车辆电子驻车 进行行驶的唐松咬了咬牙 你这就过于矫情了 叶晨道 也罢 唐松松开那紧咬着的牙关 我媚妇他本来是魔独浦东行政支队的 但因为在办案上 过于坚守自己的初心原则 这也导致他得罪了不少人 包括上级领导 前段时间也是因为案子的事 他成了背锅的 现在被发到了浦东下辖的派出所 当户籍警 这是本来我是不知道的 因为我基本都没跟他联系过 就连我妹我都少有联系 可就在今天中午 我妹给我打了个电话 问我能不能帮帮忙 唐松没说帮什么忙 可意思也已经足够明显了 只是说这些的时候 脸上却是极其挣扎 主要是他的性格 难以张这种嘴 若非亲妹妹在电话中 哭诉的种种所在 他是无论如何都迈不开这嘴的 他知道 你之前是在紫禁当保镖的 叶臣问道 不知道 紫禁保镖的相关信息都是保密的 所以他只知道 我在外头当保镖 并不知道 我当的是什么保镖 包括我家里也都一样 但是 他知道我现在 是给您当保镖 所以想让我找您求助 唐松夜生顿了顿 想想再诱到 当时 我是不想麻烦您的 可我现在 毕竟已经离开了那个圈子 再去找烟经里的人 更不知道该怎么张嘴 我的性格也容不得 我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那么点事 就去找他们 所以我只能 只能跟您说 从刑侦支队到片区户籍警 这落差是有够大的了 如果不找关系的话 警员生涯 恐怕也就这样了 叶臣叹道 嗯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那个没见过 警员的妹夫 据说现在很消极 听我妹说 就跟换那个人似的 我妹也不想麻烦我的 她也是实在没辙了 才跟我张嘴 叶董 如果说我那妹夫 是因为犯错 或者能力问题 才被发配到片区 当户籍警的话 我肯定得说她活该 可情况却是她 因为办案的原则性 过强 因为眼里不柔杀 于此得罪了上级领导 才导致背黑锅 被发配到片区户籍警 所以我 唐松神色依旧挣扎 不以地停下生来 你妹夫叫什么 叶晨笑了笑 陈文海 而东城 文学的文 大海的海 唐松赶忙道 嗯 确定她真不是犯了错 叶晨再问一句 我相信我妹说的 唐松不假思索 好 这事 我安排人去解决 叶晨笑道 谢谢叶董 谢谢 那现在可以开车 回酒店了没 啊 抱歉叶董 我这就开 是才后知后觉车 还在原地不动的唐松 连忙解除电子刹车 行驶起车辆来 腾龙酒店 顶楼 叶晨刚一回到 叶晨英便是紧随而至 张嘴便是笑问道 老叶 陈宁没给你使下马威吧 下马威这么低级的事 像那种大佬 又岂会去做 叶晨摇头笑作 所以 他就是想着试探一下 我的态度而已 想代表魔都市府 跟咱们开展多方位的 多重战略合作而已 叶晨回答道 嗯 叶晨英文言 顿急挑了挑眉 就我所知 他陈宁估计不用多久 就会被吊人到燕京了 他还犯得着去操心那些 而且还是在 你是王家对头的情况下 再就是 作为王家阵营中 具有代表性的一员 他肯定不会贸然 在任期所剩无几的背景下 做这种决定的 难不成 这还是老王家那边的意思不成 叶晨不以为意地 吃笑一声 怎么着 你觉得不合常理吗 不是常理不常理 如果真是王家的意思 那岂不是意味着 王家这是要在四九城里头 公然向你低头了 如果这种低头能换来紫禁庙堂 对于王家的大局观 进一步赞誉 并且还能让他们 老王家阵营中的陈宁 可以趁势在调任前 再添一笔浓墨的话 他王家会拒绝吗 另外 下任魔都之主 大概率会是安邦巡抚的 而安邦巡抚 作为清零派 王家肯定会想到 届时我会给 继任魔都之主的 安邦巡抚送大礼 在他任期中跟魔都市府 开展多方合作的 为此换作是你 你是会争取 让自己阵营中的陈宁 在被调任之前 奋一杯羹 还是由得清零派的 康安邦独吞 叶辰笑笑解释说着 虽然我对 ZZ博弈的了解 认知有限 但是 如果换作我 站在王家的角度上 我肯定会让陈宁 尽可能地 以魔都之主的身份 来争取合作空间的 然后呢 你打算让他们如愿 叶辰应正主 为什么不 叶辰调笑道 在我眼里 没有阵营之分 也没有恩怨之分 只要王家别来招惹我 我就不会对他们产生敌意 只要他们愿意配合我 那该给他们 奋一杯羹的时候 我也不会去吝啬 为此 并不打算干涉 ZZ的我 在魔都市府 主动向我示好 在魔都市府 给出足够的诚意下 面对他们的合作想法 我又岂能去拒绝呢 叶成英哑然 他发现自己跟叶董的思维 是真的不在一个维度上 不过想想 那也是 如果自己的思维 真跟对方同处一个层次 自己怕是也不至于 会心悦诚服地追随对方 在许多事上 以对方为主心骨了 得 这也不是我该去伤脑筋的事 你自己看着办就好 晃了晃脑袋 叶成英失笑道 随后话锋一转 就在你去跟陈宁书记 见面的时候 傅一山又给我打电话了 哦 叶成饶有兴趣地 扬了扬嘴角 明天不是周六吗 他说他不上班 想带着魔都的牙内们 约咱俩喝个早茶 叶成英道 叶成文言挪了奴嘴 看来咱们的傅大哨 是做出上船的决定了呀 你都威胁到那份上了 我想 他也没太多其他选择了 我之前还担心 王金安兴许会在暗中死办 好让傅一山跟你杠上 然后他在 唯恐天下不乱的隔岸观火 看来是我多虑了 叶成英笑作 王金安倒是想隔岸观火看热闹 但就和我先前跟你说的一样 他不敢 因为他清楚 只要他的心思被我看穿 我一定会拿他当枪使 所以到头来等着他的 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为此他不但不敢去山峰点火看热闹 还得尽可能地让我如愿 免得到时 我把他推出去 冲在第一线 如今看来 傅大哨这么快就做出如此决定 想必是少不了王金安的功劳的 叶成微笑着分析道 这辈子王金安瘫上你 也算是毁了 叶成英忍不住感慨道 叶成笑笑没说话 嗯 因为叶成英这话说的的确属实 如果不是遇上 是位重生者的自己 就前世诡计而言 王金安将会迎来 属于他的辉煌时代 不但将林家给踩了下去 还带着王家 一路发展到最后 连紫禁庙堂都忌惮不已的高度 只可惜这一世遇上自己 遇上重生的自己 以至于属于他的命运轨迹 彻底被改写了 傅一山那边 你什么意思 要硬下来吗 叶成英回到正题 为什么不 硬下来 正好我也有一件小事 想拜托一下他 复完这场会后 咱们再回江州 叶成道 本能的就下意识问叶成是什么事 可转念想到自己 对叶成的了解 叶成英 还是打住了 没去多问 反正明儿个自然就揭晓了 得 那我回头就给他回信息 叶成英顿了顿 对了 那谁 秦什么来着了 你还准备带上他吗 既然这是魔都衙内门巨守的局 那就在离开前 再给秦朗造一波是得了